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是给各位做一个叫做三国战机119各种玩法的一个小普及网络 首先呢这里是一套非常简单标准的四招议室 这一套呢是一个招安状状态之下的四招议室 四招议室这个东西呢是这个三国战机里边的这个所有玩法的一个基础 刚才的两个四招议室呢你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呢就是秒杀的基础 秒杀这个玩法呢是玩家自己定义的 就是说呢各位这些玩家自己定义的 他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全国有期是吧 这个玩法官方上了这个游戏没有说你不能选爆吧 你不能用无限连你不能用裸杀是吧 都是玩家的后期为了好玩或者游戏平衡自己定义的 包括像这个秒杀也是 你也看到呢这个秒杀是吧怎么定义的呢 我给各位大概的说一下 就是说你从起招开始 比如说呢我上去知处孙姬和刚才打这个梦游 愣飞蝶开始你完成一套练招四招一试 然后呢加三次追递三次追递的四招一试全部打完 这个期间无论你断招不断招 你把这些招全部打完以后 这个boss只要是死亡了对吧 那么呢就算是完事了 就算你秒杀成功了 中间这个boss呢他是不能动 就是说呢一直处于挨揍的状态 你看像这个张辽是吧 我渡标起手啊然后呢一顿带必杀 他起不来他动不了他跑不了啊 那这样的话呢我三追打完只要他死了 这就是秒杀了对吧 然后呢秒杀的起手道具呢 你可以这个各种各样的用啊 各种各样的来配合 比如说呢我下面要做的这个吕蒙 我飞盘配合一个伤灵剑 打出一个高额的伤害 魔法道具不计算四招一试 然后你看是吧天女一招天女两招 然后BA三招天女四招 一个必杀四招一试打完开始追递 一追你看是吧 扎地 我们重看一遍啊 扎地蹲A踢腿 天女四招最后一试打完 然后呢这是第三次追递 全部打完 这个呢一个秒杀成功了对吧 这个叫做秒一个 这个东西呢全部是玩家自己定义过来的 对吧全部是自己定义过来的 包括像这个黄盖 我起手用召善转 马上接个战友机 战友机起手之后 只要是怪没落地 我接上招了 这是第一个四招一试啊 俗称的这个四一 啊四一以后呢 然后再追递啊 追递呢也是四招一试是吧 所以说呢你简单的理解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啊 就是呢你把这个四招一试打完 追递打完 怪如果死了 这个就是秒杀 然后呢秒杀这个东西呢 没有说什么算不算 是不是这么一说 秒了就是秒了 没秒就是没秒 对吧 后边的话呢 各位简单的扫扫王 什么是秒了 什么是没秒 怎么算秒 怎么算被秒 是吧 咱们呢以几个例子来看 之后呢 咱们继续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呢 道具消耗更多的一个秒杀 比如说秒这个貂蝉 因为貂蝉不能追递 所以说的话呢 你需要大量的道具 比如说 洞书 傀儡娃娃 招安壮 然后呢四个能量 加上两个张灵电 我们来看 这里呢一个必杀七手 这个必杀火轮选出去 它是一个飞行道具 就跟你的飞盘是一样的 不算招 然后呢火轮以后 这两张灵电 这都不算招 之后跑过来 暴起白鹤亮吃 这是第一招 再来第二招 再来第三招 再来第四招 然后呢一试 打完 结束了 因为调查不能追递 这里打死就算秒了 对吧 打不死 这是未秒 对吧 然后呢像这种 也有特殊情况 对吧 有的时候呢 好多人问是吗 只有这四次四招 也是吗 并不是 你也看到呢 这里顿连起手 一个四一 然后呢 张安装以后的一追 他这里呢 就是一个特殊情况了 这个呢 就是张辽打重boss的特性 你看到这个四一打完 他爆气又给弹起来了 又多打了一个四招 也是 对吧 这个东西 好多人就给问了 算不算秒杀呢 这个东西就是秒杀 对吧 这里呢 只不过是他利用一个 游戏的小技巧 把这个曹操 从这个一个四一之后呢 空中打起来 又多打个四一 包括这一下 龙卷风结束以后呢 并不能连断 用张灵剑接龙卷风 取消不能连断的状态 最后带一个必杀 正好打死 对吧 这是一套实实在大的秒杀 包括一下后边这一套 看见了吧 诸葛亮 咱们小时候都玩过 这套无限兵 这套的话呢 在一直以前呢 也都是啊 给他视作为秒杀 因为呢 我从起招开始 我一直啊 在打连招 怪他是动不了的 啊 他是完全动不了的 一直在揍 所以这里你不断 这里呢 就是通过兵剑 无限 从这个四招一试 就等着 二连大房 然后你看像这种啊 这种的话呢 比如说啊 这个张辽 我一直在连他 然后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这个最后 我是张灵剑结束以后 然后呢 我给张辽一个超比杀 张辽没死 但是呢 我没撒手 之后呢 我张辽起身之后 马上就被我拿死了 比如说这些IP没死的 张辽起身 马上就被我随死了 这算不算秒杀呢 不算 因为他就没秒杀 一四二一试都打完 怪不能反抗了 然后呢 这个怪是吧 还剩一笔血 那怎么能是秒的呢 对对 包括像这种 好多时候这种四马一 也没动啊 对吧 这种四马一算是没动 但是你如果 你是一个比较熟练的玩家 你能看出来 中间四马一 他是可以动 可以还手的 只不过 他抢不过我的这个张飞 这个呢 叫做伟连 也是俗传的无限连 这种呢 也不是秒杀 因为中间已经打了 这一百多套四招仪式了 对吧 这个东西又是算秒杀 你小时候给那个马王 顶到板边 一顿溜溜一捅 那也算秒杀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里呢 很简单的就科普一下了 然后呢 这里是在干什么呢 这里是给各位演示一下 这个游戏呢 爆气以后 你去追地 我们来看 爆气以后你去追地 原本呢 开头打得很顺当的 白鹤亮是六连 大风展是三连 在你爆气追地以后 都不复存在了 是吧 这个呢 就是引申出了和秒 为什么有和秒的 就是因为呢 单人秒杀的数量呢 始终会有限 你不可能把全部的boss都给他秒杀了 从头秒都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双人 他就可以 这里为什么双人可以呢 我们来看 追地换成张辽 赵云 只要是追地了 那么呢 我的这个大风展是三连状态就消失了 那我不追地就完了 对吧 我派我的辅助追地 然后呢 我利用这个爆气的这个多连段的效果 打出高额伤害 这样的话呢 boss就秒了 然后呢 像这种 这种的话呢 虽然说没人爆气 但是的话呢 也是一个双人的配合 我这里呢 利用诸葛亮的护水 对吧 利用诸葛亮的护水呢 不计算这个四刀云士的特性 诸葛亮的护水 是魔法攻击 是吧 这样呢 原本张辽秒虚处 这个伤害是不够的 但是呢 我通过我的队友 我俩的一个配合 接上了N次的护水 那这样的话 伤害就够了 这个呢 也是一个成功的双人秒杀 双人秒杀呢 也是在单人秒杀的基础上 是吧 七手的四刀云士 道具四刀云士 三次追递 对吧 搞定了 当然了 还有更简单粗暴的秒杀 就是这种 这种呢 就是利用队友的升级 或者爆气 重置某个人物的护水 效果 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赵云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 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呢 应该是最最经典的 首先赵云一个必杀 中了 张辽爆气 弹起来这是二连 赵云的必杀中了三下 是吧 然后呢 赵云升级打连招 你看这个张链 二三四五 看对了吧 甚至赵云这个火圈的效果 让赵云的这个火圈 打了五连的伤害 这样的话呢 又是通过两个人的配合 把原本不能追递 血条很长的左磁秒了 这个呢 就是由单秒演变的 双人合秒 对吧 那这里秒杀呢 通过这几段 也就给各位介绍清了 是吧 怎么是秒杀 怎么不是秒杀 相信呢 你应该有大概的概念了 然后呢 这期呢 我介绍的话呢 我是按照什么的顺略来介绍呢 就是说 玩家奇数 玩的玩法 最多的这个 我往前拍一拍 比如说呢 这个秒杀 但秒后秒算到一起 这个呢 应该是19 玩家数量技术 最大的一个玩法 然后呢 第二个玩法 就是限制 是吧 限制的话呢 刚才我给各位看的 那个祝国亮的一个 发辣片段 是我最早打的 祝国亮的5G 也是呢 这个 19这个限制玩法 就是在 不是那些脑洞大开的 想法以来 原本能进的东西 最多的了 进血 进气 全程不能用气 不能吃加血 然后呢 BCD三个按键不能 这个吃 对吧 就是当时 认为这个都不可能的 最多的一个玩法 包括呢 全程不掉血 那里我就不找片段了 那个片段太多了 这两个玩法 是吧 就是最早 这个开发出来的 但是好多人有个误区 是吧 就是说呢 你全程都不能掉血了 全程都不用掉血了 一下血都不掉了 然后呢 你说你所有的 按键都进了 只剩放下杆 跟这个A键了 都能通关 那是不是就无敌了呢 这是不是就最高难度了呢 并不是 当你有各种脑洞大开的玩法 想法以后 比如说像我那种 是吧 我这种是什么玩法呢 这个玩法极其变态啊 这个玩法呢 叫做什么呢 遇见所有的Boss 出门先让他怼你攒下 然后呢 你跟这个Boss呢 你得防他一次攻击 你才能去打他一套连招 像我刚才那个防反 命中他了 我就得重防一次 然后再起一套连招 这个玩法是变态啊 比之刚才那个无伤跟武进 那绝对就是 一个天生一个地形啊 是吧 那个那两个跟这个一比 是小二科啊 我只能这么说啊 虽然说好多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 这不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打的 对吧 那些就有很多人打了啊 其实并不是啊 这个懂得都懂 我也就不过 不过多解释了 这个玩法 你只要去前面看一看 我这期做一个特殊视频 啊 你只要看看那个全程的难度 你自己去尝试体会一下 你就懂了啊 比起这个无伤跟武进 绝对那是不多说了 是吧 然后的话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玩法 好多人包括好多人会说 你这不是奉运在起吗 是吧 那你刚才一直捞 119 那 119有比这两个玩法更难的吗 那当然太有了 是吧 比如说呢 一会儿 我给各位呢 介绍的这个 马超 这个马超是怎么玩的呢 这个马超是 全程啊 走一个全boss路线 19个boss挨个打一遍 然后 不能吃血 不能用能量 不能用背面的道具 必须一命通关 这个玩法呢 比起这个前边的祝国亮 什么武进了 无伤了 或者别的武进无伤了 难度呢 也是要高得多的 是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限制呢 大概也介绍到这了 限制玩法有意思在哪呢 就是说呢 你可以不断挑战自己 哪怕说你的水平不高 是吧 我开始只能普通通关 但是呢 慢慢我可以呢 演变成普通 三命通关 两命通关 一命通关 天王一命通关 然后呢 再满足不了自己了 我呢 可以给自己来一个 叫做全程不吃血 慢慢全程 不勇气 对吧 你可以不断突破自己 挑战自己 这个东西呢 没有上限 是吧 这是这个玩法的一个好处 然后呢 再往后啊 就是速通玩法 这个速通玩法 玩的人之所以少 因为这个东西呢 太需要你 全防卫的一个能力了 这里就不细介绍了 中间挂个记事器 从你人物 跳传脚落地那一刻 到最终boss死亡这一刻 中间你所用的时间越短 那么呢 你的速通成绩就越好 对吧 你就越牛逼 像这个玩家 三十秒通关 对吧 那无敌了 对不对 这就速通 还容易理解 最后一个 玩家数量最少的一个玩法呢 叫做摊分 风云爱情的话呢 摊分是一个最大的项目 但是今天这期呢 说的只是19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19的摊分 玩的人是最少的 因为全程枯燥无聊 相信呢 你玩过或者看过的话 你应该会有体验 当然了 我不是说这个玩法 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只不过呢 这个玩法 玩家的这个技术是最少 所以说呢 排到了最后 这个呢 也就是19的四大玩法 是吧 这个也是好多的玩家 无论是私信 还是评论 还是在我直播间啊 都一直在问这些问题 那就刚好 就做一期这样的一个视频 也就完事了 是吧 那么呢 最后你可以看 这个书国量的成绩 咱们呢 今天这期视频呢 也就介绍到这 我呢 是本期的解释樱 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点关注吧 咱们今天同学之间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